拜登的外交是不是已死 我们看到了组织者周刊 他讲到说 拜登政府下的美国外交死了吗 他用这样的一个标题 他说中国全球外交的势头强劲 为了要确立对美国 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主导地位 现在美国目前的形象受到了威胁 华府在不了解关键问题的情况下 不必要的干涉他国的内政 所以感觉上面这个外交 好像越做越落差 那连川普都忍不住要跳出来讲讲 说我才是你们的正义 那提了一个新的愿景 他讲说如果二次当选的话 治国愿景 警方可以拦截 搜身 可疑人等 还有这个部署军队 打击街头犯罪以及帮派 整肃联邦政府员工 起诉泄露机密的嫌犯 实无前例的遣返移民 华尤在讲说 我听完你讲堪称独裁 那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些美国人 就讲说 这不就是现在美国正在做的吗 美国现在感觉起来 好像也不是他们以前 那个那样的美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中国大陆是不是布局 去美元化布局许久 布局15年吗 标题是这样子讲 我们看一下叶伦表示到说 现在美元处于危险当中 那当我们在金融制裁中 使用美元时 那就是存在风险 也可能会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 现在中二一 都在寻找美元的一些替代方案 那我们看看 这个一方面去美元化 另外一方面 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多 人选择说用使用人民币 所以是不是代表着人民币的这个货币圈 已经渐渐成型 越来越多国家觉得说 好像不能那么依赖美元 看到了俄罗斯这样被制裁 大家都开始有所警觉 那连卢拉不是也在那边讲 卢拉或卢拉有两种翻译 他讲说为什么所有国家 都要用美元来结算呢 他讲到说这个人民币的货币圈 已经逐渐形成 正在改变国际的贸易生态 那哈佛大学的教授 原本他在10年前的时候有讲到 美国要丧失这个主导性 至少要50年时间 那10年之后的现在 他改口了 他说他预期美元流失主导性 现在只剩20年时间 所以等于说加快了脚步 那我们看看2009年的时候 当时担任中国人行长的 这个周小川他发表文章 他说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 一个思考在金融危机 因为2008年那时候雷曼兄弟 那时候金融危机 他又讲说这个爆发跟蔓延 我们面对到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 才能够保持全球的金融稳定 促进世界精进的发展 而时至今日 这个思考大家又再度提出来 是不是觉得美元不再能够担任 这样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地位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的一些数据 去年中国的货物贸易当中 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就增加了 年增37% 那跨境的交易当中 有一半49%左右 都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在结算了 易刚他就讲说现在 这个汇市要深化改革 要增强人民币的一个弹性 他说人民币对美元在过去的五年之内 有三次破了期 第一次是在2019年的8月 第二次是2020年的2月 第三次就是在去年的9月 那前两次用五个月才回到期以下 去年用了三个月 他说这是代表市场的供需结果 也代表说很多 现在大家的看法是 中国大陆的外汇市场就更具有任性了 因此你看到像是这个江苏常熟 他现在开始五月起 也有这个公仆改用 数位人民币开始在发行 人家想说 这样可以更能掌控这个薪资的流向 所以代表这个反腐又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那美元 美债 他现在的炸弹 人家讲说会不会时间不多了 看到这共和行表态 这债务上限他们不会妥协 那华尔街邮报讲说 看起来拜登紧张了 这个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们想说 除非白宫获得重大的政策让步 否则他们愿意制造经济灾难 那这个X-Day就是这个什么突袭日 那是不是代表说 美国更意识到说 这一天就是这个债务爆发危机的那一天 很快就要来临了 现在已经飙到了这个风险 15年的新高记录 这个一年期的美国主权信贷违约掉期成本 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达到1.06% 跟年初的时候 0.15%急剧飙升了6倍左右 比起2011年 美国失去AAA最高性贫的评级的时候 还更加的严重 因此现在各国的央行 还有一个准备动作叫做增持黄金 要因应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 所以有一个对于83家 中央银行管理者的调查 发现到高达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他们的同行在2023年 会增加黄金的持有量 因为光是去年 这种各国央行的储备黄金 购买量就增加了152%之多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亮哥 我觉得美国最大的危机就是 面对美元开始被质疑 那没有任何人觉得 这个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不是只有拜登 包括共和党 比如说共和党就说 举债上限就给你跳票怎样 事实上我跟你讲 举债上限即使如拜登的愿 让他拉高一兆多 那你拉高了一兆多 你美债就卖得掉吗 这是两回事 就法律上允许你在 拉高美债 并不意味着你的美债就卖得掉 因为美国人从来就不认为 美债会卖不掉 这个才是问题 你知道吧 然后他也会这样想 他就说你不要用美元 那我跟你保证你在世界上 找不到其他货币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这个当然是就投资市场市 比如说股市 债市 期货 外汇 那美国确实是有主导性的地位 可是贸易支付不一定 因为可能人家开始建立各种区域的小圈子 用本币或者用人民币都有可能 那更何况是一些国家 他会开始忧虑 他是不是哪一天就不小心站到美国的对立面 然后就被你制裁 你不知道嘛 比如说中东你怎么知道 哪一天美国看你不爽 翻脸不认人 然后就把你当作第二个俄罗斯 或者是塔利班 阿富汗的外汇到现在还拿不回来 就这个完全是由美国单方决定 那这风险太高了吧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 我用美元 然后造成一些我的外债是用美元计价 突然之间利息从1%变成5% 那我怎么受得了 所以这里面美国造成的不确定 我跟你讲 这绝对不是什么 中国什么登高一呼 说大家来用人民币吧 不是这样的 每个大家都会感受到 事实上是每个国家 开始对美元的不信任 这个不信任是有多种原因的 就是说你美债都已经31.5兆了 你这样不会贬值 谁相信 另外一个就是 你突然给人家暴力升息 让我的美债利息变大 或者是我哪一天 不小心站到你的对立面 那你把我比照俄罗斯一样来制裁 那我怎么办 是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美国到现在 还想不通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很麻烦 并不是说有哪一个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这个目前做不到 大家当然知道 可是大家要避免手上太多 我多少用点别的吧 对 是这种心态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麻烦 因为我跟你讲 当老大当久了就会这样 他现在对中国也是这种心态 比如说他本来想说 我本来要催你三下 我现在才催你一下 我现在就要跟你见面 我对你让步了 我才催你一下而已 我另外两下暂时没催 还要感谢他就对了 对 他就有这种想法 所以他就觉得 布林肯就觉得 你怎么给我拖那么久 还不跟我见面 那Austin 你已经给我拖五个月了 我在平行时空就对了 都感受有落差 敢不跟我见面 你们不怕被美国航母捶吗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航母自己跑那么快 是 我知道 不小心被你看到 我就是跟你讲 当老大当久了就会这样 就觉得说老二 你怎么没有帮我端茶 奇怪 我只是昨天对不起你 讲了一句脏话 你今天就对我不太恭敬 他就是这种想法 皇帝心态 等于就是杨洁篪 是在阿拉斯加讲的那番话 美国到现在还是听不懂 就你不要用实力地位来 由上到下对我做事 或者讲话 这句话美国听不懂 所以你就看到他目前 就出现了这一类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以为 是有人在阴谋不用美元 不是 是人家会怕 是在避险 对 他这一点 他始终没有办法看通 这有什么办法 好 来 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怎么看美国的外交 有没有死掉 其实有一个指标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目前来讲 他一直到十年左右 他一定就是打中国 因为他一定要把中国压下来 所以美国的外交 嘴巴讲说不要选边站 但他就是要你选边站 这也就是为什么隐习乐 会做那种 让人家匪夷所事的事情 主动去挑衅中国大陆 那么也会让大家会觉得说 你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 怎么会突然间又改口了 说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 所以指标就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有多少国家 在继续追随美国走这个指标 小马克思还没到美国去访问 5月1号又改口了 然后觉得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又改了 这个就很有趣了 那请问一下 那现在对拜登来讲该怎么办 我判断 因为小马克思原来是美国的通缉犯 他是司法通缉的 那过去人家说 那你以前在过境 到联合国开会的时候 跟拜登有见过面 那是过境 不是入境 现在是拜登的客人 所以是入境美国 那一个总统可以接待 在白宫接待一个通缉犯吗 美国政府的通缉犯 美国法院的通缉犯 不可能 所以我估计 拜登他们相当有可能 就透过政治的力量 把他的司法的通缉犯 把他解除掉了 然后把他的财产冻结了 来交换小马克思 说台湾有事 就是菲律宾有事 那现在又改回来了 他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那因为你拜登不能再说 你我再变成你是同缉犯 不可能 因为法院不是你家开的 这个已经 现在拜登已经灰头土脸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有哪些国家 跟美国站在那边打中国 你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那严格上来讲 美国外交真的是了 因为剩下的没有几个国家 原本可以影响全世界的 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国家 可以影响 这就是外交已死的证据 另外我觉得人民币的数位化 是一个很值得去看的一个指标 台湾也应该好好想一想 人民币一旦说 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省 有个地方已经开始 公务人员已经开始 用数位化来执行了 未来有更多的省 开始用执行了 觉得可能会有企业 也开始用人民币的数位化 数位人民币来执行了 这样的话等于是中国大陆 一步一步已经在展开 一旦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贪污腐败贿赂就很难了 现金会变少 现金会变少 因为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法律 就是你任何你拿2万块以上 人民币到银行去 去存进去 你要说明你的来源 那你要零2万块以上 你要说明你的用途 所以你未来 数位人民币的时候 你要贪污 要腐败 要行贿 空间真的是说得很小 还有一点 我觉得台湾要特别 可以要学习的 就是诈骗犯越来越困难 因为每一张钱都可以追踪 所以你诈骗犯 诈骗的钱 请问它是数位人民币 你转账过去的时候 每笔钱都可以追踪 而且都可以去定标的 那你谁用了诈骗犯的钱 谁就是诈骗犯的同盟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 未来数位人民币 一旦发行的时候 金融犯罪的可能性会降到很低 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的好事情 好 唐老师 我觉得我们今天看美国的外交 当然要跟中方的立场 跟他的策略来做一个对比 因为美国现在搞到今天这个灰头土脸 当然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你自己的情况 你自己 用我的话来说 是你自己被自己的台风尾扫到了 自作自受 这个东西就等下我们讲美元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方的立场 跟他的策略 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第一个打俄罗斯牌 第二个主场外交 第三个劝和促台 因为这样子一弄的话 让那些意识形态的国家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这种西方国家 让他们感觉到 好像其他的地方都开始松动 你比如说中东地区 中方在那边劝和促台 当然就让那个地方的 整个的势力导向中国了 美国的那个力量 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弱 这个东西看在欧洲人的眼里 他也会觉得说这个情况有点改变 好 我再讲这个鲁拉的这个情况 鲁拉为什么他现在开始要用人民币 这里头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 鲁拉他欠了一大堆的美国的美元的美债 结果中方说来我替你还 还他一大半 然后交易是什么 交易是说将来你用人民币来跟我做生意 我先把帮你还掉 然后你用人民币 就是我然后我用人民币来买你的东西 然后你就有人民币了 然后你再用人民币来还给我 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 这个人民币就借用了 这个原本这个美元的通道 因为美元我一方面帮你解决问题 因为你现在每年要付多少债 很高的这个美债 那这样我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然后你就开始用人民币来跟我做生意 那这样的话你用你的资源 那我用钱来跟你买 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等于说是一种嫁接的一种方式 把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中方也同样的可以把他的人民币 在往外这个推销了 尤其现在鲁拉 他跟俄罗斯做生意 他除了他本币之外 他也用人民币 那所以说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市场 这个越来越越来越畅旺了 因为我们再看看 全世界的这些通用货币 美元 欧元 英镑 日元 然后最后是人民币 那你其他这几个 美元 欧元 日元 英镑 都跟譬如说俄罗斯进行制裁 好了 那你这样子一弄的话 那当然人家就只有找人民币了 所以说这个我是说 他自己被自己的台风围扫到了 意思就是说你不准人家用 他们自己用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货币 来跟俄罗斯做生意 那俄罗斯当然要找另外的货币了 对不对 那是被你逼出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西方国家 现在自缩自受 而且要自负后果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